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們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補145.86點 按週升1.36% 設立後連升兩週 今天我們除了繼續有先生在這裡 也很高興邀請到地產投資策略顧問 葉景強先生 跟我們一起討論 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政府全面設立後 樓市的成交都激增 各大發展商也紛紛推盤 但銷情有點不一樣 有些盤可以一Q清代 但有些盤的銷情比較緩慢 特別是市建局的首置盤 更加有些落底的情況很嚴重 中了簽也不去選樓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分別 其實我先說 其實看這個開價就知道 略知一二 因為大家三個盤都在說是14,000多 就是第一個盤 在說是Ciston Place 就是一Q清代 第一回合就買了368個 其實你看回它是一個大品牌發展商 他就在地鐵站上蓋 他走大約在地鐵站 就是康城站大概三、四分鐘左右 下面有個機座就是大型商場 生活配套非常原始 以及整個區都是沒有公營房屋的 這是很多中產中意的一個選擇 而另外大問題的缺點 因為它始終是十二期 周邊它是中間 整個康城中間 中間的意思是被它圍著 景觀是一般的 沒有其他其數那麼好的 這個是有缺點的 大問題是第一層是14,200 其實也算是便宜的 相對其他隔離左手的二手 其實也算是便宜的 第二個盤譬如是九龍灣的泰豐 泰豐來說其實相對而言 發展商是順利一點 不是那麼出名的 第二就是它的位置 它就坐落於彩虹站和九龍站中間 兩邊都要走十分百分鐘 如果要站入 沒有挖車頭的 日曬雨淋就辛苦一點 你說不是便宜的 其實相對而言 兩年前另外在九龍站的一個盤 它這麼賣的價錢都開近兩萬一 現在其實坦分成三成 當然那個盤又是發展商 還有地理比較好的 近九龍灣站 這個就沒那麼好的 但問題是其實它價錢也不算貴的 只不過人家開的價錢也比較便宜 所以買得普通通通 而第三個就是市建局的換宜居 換宜居在那裏坐落於紅磡的 航園街那邊 那邊的環境就一般般 有很多公園房屋 或者工廠區 當然有一些深厚 比較舊區一點 第二就是它是三站匯聚的 何文田、黃埔和土耳環的中間 三邊都是吊腳的 即是走起碼近都要十分八分鐘才走到它 所以你還是虧底的 那個地位 另外一方面 因為始終它是 即是 即是 手指盤 它是折讓的 即是要打七八折的 其實它開價的時候 價錢是OK的 但樓價跌了 相對來說它現在開回14.3元 其實你再看14.3元 那邊不是便宜 所以來講 它還要是因為它有折讓 因為它打一折七八折 它賣出去的時候要補地價 補地價其實就是比私房更貴 另外一件事就是 現在私房之前就說要有三年的禁售期 現在不用了 現在不買了以後 明天賺錢就可以賣出去 但問題 就是 線局這個樓盤 你還要有五年禁售期 所以你這麼多限制 價錢又不好 位置又一般 所以三個盤的賽果 我覺得很合理 買家的眼睛是雪糧的 我相信你 我補充兩點 第一個 我不認為太豐是賣得不好 開三百多個單位 賣了二百多個 這個世界不應該是一整個盤 它是部份 但是量 如果看回之前的月份 一天賣二百多個 賣二十個都算 現在比較的是切辣之後的情況 其實這個都是賣得相當好的樓盤 以後是否可以一個盤一開 首日賣二百多間 它都二百多微 二百六七十間 其實我不認為那個可以看成賣得不算太好的樓盤 應該都是屬於賣得好的樓盤 如果發展商各個樓盤開出來有這樣的成績 我相信都很開心 另一個就是換言而居 其實這個混在一起說 不是很應該的 因為它是資助房屋 它銷售對賬有限制 那個切辣完全無法益 雖然切辣整個市場是切了 它一樣是一定要用家香港本地首次置業 有很多限制 所以它是不受切辣影響 另外就是樓價跌了之後 它理應將售價都降低 它又不降售價 它又將折扣 當你沒有打那麼多折扣 即補地價就遲些 可以補少些 由七、八折升到八、七折 譬如打七折要補山城 八、七折要補成山 但是那個不是眼前得益 所以就切辣和它自己製造出來的限制 令到這個樓盤沒有優勢 其實我自己看 政府的置業階梯定的梯級太多 一級一級這麼多 很容易樓價一變 所以就跟私樓又重跌 尤其這隻 如果私樓的價錢跌到跟它差不多 它便沒有作用 全日價值就沒有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用製造這麼多款 令到買家都很混亂 整體來說 我覺得切辣之後 整個市場 無論是氣氛、流日的資金 以及營主套現的能力 小營主套現就快了 發展商以現在的速度 一天賣近100間 差不多不單止賣到新落成的單位 還一直清貨美 如果貨美逐步減少 它套現的能力強了 它便有能力去賣地 市場的氣氛有機會改善 政府財政也會相對好一點 再問多一點King Sir 你經常會教一些新手如何上車 你覺得現在會不會是一個上車的好時機 市面上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物業 現在這個環境應該怎樣選擇 哪一類的直播率其實會高一點 我個人覺得樓市是否真的穩 始終成立之後成交增加了很多 價格始終受制於發展商多貨 因為始終它過去兩年賣得少 每年賣掉了1萬個單位 有2萬個貨美 再加上今年的推出新款 其實現在正在去賦泉 發展商來看見都去到現在 都去到超過4000個 其實都頗理想的 但問題是接下來是否真的去到這麼多 現在還未知 市場始終我覺得是 還有兩件事 最重要就是經濟 始終香港人對未來經濟 仍然不是看得很清 很明朗 信心是現在差小的 現在我覺得 第二方面就是息侯 始終美國一日未減 大家都不能夠說它一定會減 或者6月7月減 現在都未肯定 所以來說 我覺得現在的市況 是相對說之前設立 之前是穩定的 但問題是會不會到時 很多一些意外的東西出現 而令到樓價有機會回調 大家未知 反而我覺得是 美國真的開始第一口減息 我相信市場真的會穩 但是不是升 都要看回發展商去貨的速度 如果是多的 譬如如現在每個月開4000個 私生會開心 每個4000個 有3、4個月的 其實有萬多個 可能大部份貨品都出現了 那市況的價格就開始上 但如果不是的話 看回市場的消化能力 如果真的不是那麼理想 我相信價值都未是好穩 所以作為用家來說 其實如果真的有需要的 看得對好盤 深水盤的 價格又不是太差 我覺得你現在買 下調的風險又不是很大 但問題如果你說 我都不是很趕的 又一定要結婚 或生兒子才買樓 你可以看美國開始減息 再下判斷都未遲 那你說哪些比較好的 其實都是一手二手 其實你選擇的話 一手來說 其實有好處就是 全部新 家電又新 裝修又新 就丟錢進去裝修也很少 但它也有缺點就是 始終使用面積比較低 以及管理費比較高 二手樓就相對相反 使用面積比較高 同一個可能300呎400呎的單位 300、400呎的一手樓 可能只是單一房 但舊樓選擇兩房 兩房選擇三房 實用很多 第二就是管理費比較便宜 二手樓可能是2元 新樓可能是5-6元 這個大家都要考慮 當然你還要維修 那怎樣選擇的 其實最主要是看你自己 譬如說 二手樓有個不好處就是 你一買立刻要供 一手樓可能你買樓花 可能你一年之後兩年之後收樓 現在你立刻要供的 買一二手樓 立刻要供的 其實真的要硬吃貴息 但問題是你買一手樓二手樓 你可以選建期 即是臨城交司上會 現在給了一成定 到時一年之後兩年之後 可能加息週期完結了 已經減息週期已經開始了 甚至是已經減息了 到時可能那個 息口回落了 所以對你供款壓力又會舒緩一點 看回你自己 個人的要求不同 還有看你是接近家人 或是接近小朋友 還是想住新一點 還是有些 各個要求不同 所以看回自己的需求 尤其是自用 不是投資 投資是講價錢 便宜的就買一個 但如果自用的話 看回你自己 最重要是否適合你自己 在樓價的趨勢上 我有點意見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無論炒家也好 或者用家也好 他買不買樓 他都很重要的考慮 就是接下來的價錢的趨勢 之前切的時候 也有一些估計 切都沒有用 切完 彈一彈會跌下去 我自己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切立對市場有根本性的改變 在切立之前 香港的住宅樓價 唯一的支持力 就是剛性的自住需求 因為投資需求 外來也好 機構也好 都被限制 即使你買第二間 都要罰錢 所以當時市場的支持力 只有剛性的自住需求 現在開始復償 其實香港的房地產 或者全世界 紐約、倫敦也好 價錢既反映用家的需求 亦反映投資者的投資編號 現在多了投資編號的資金 它選擇哪一種 影響哪方面的價錢 所以現在是兩股力量一起去支持的樓價 所以我認為這個影響 不會說頭那一陣 頭那一陣是多一些 因為有積累 之後它不是恢復 反辣招 一樣有新的投資需求出來 所以我自己看 今年的價錢 我會看回升幅 剛才兩個星期都升了差不多2% 如果一個月升2% 也有20%多 當然沒有每個星期都這麼升 但一個月會升多一點 之後就會正常一點 但這個正常 都是會比支持 只有一種力量支持 是會好一點 市場的基礎是提升了 這是樓價的趨勢 我估計今年的年尾價 會比年頭價高 升幅 5%至8% 應該有機會達到 這是價格的趨勢 至於用家怎樣選擇呢 剛才基本上是自住的 有需要的 有能力的 你打算在香港長期生活 我認為買都是比租金值得值 除非利息經常都這麼高 正常情況下 如果租樓 最初兩期租約 你比買得更好 因為用同樣的租金 租樓便租大一點 買樓拿筆錢去供 就要供更細一點 問題是兩期租約之後 租金通常跟通脹加一點 但供樓便固定了 最大的不同是供供一層樓 變成自己 以後都不用供 我有些朋友租樓 租了大半輩 都繼續要租 人家供掉了 都要繼續租 所以如果是長期需要 就應該考慮買樓 尤其現在利息有機會回落 當然未公佈 但聯儲局的態度 只是說何時減息 就未知 但減息 我認為基於這麼高的利息 對經濟的壓力 美國是有需要減息 美國的債務也很龐大 但是還利息都已經很長時間 所以我自己看 今年減息的比率 是多於加息 或者不維持現狀 一減息 你供樓的負擔會減少 你對投資的回報的期望 亦都會降低 如果回報的期望降低 等於資本金的上升機會就會大 因為回報率是 分子是租金 分母是樓價 如果分子不變 而期望降低之後 樓價便會有條件上升 所以我自己對今年的樓價的趨勢 略為看好一點 當然最後 長遠的看法 樓價當然是建基於實體經濟 經濟好樓價才能升 所以很關鍵是 中國的經濟 是否適應到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打壓 如果是被人壓制 又買不到芯片 又被人壓制 電動車又被人壓制 沒有地方突圍 當然香港會一樣受影響 但如果最近中國的出口增長 中國在全球的產業鏈 仍然扮演一定的角色 香港便會有得益 因為中國出口增加 香港便會有鑽口 有鑽口便會有物流 有貿易便會有外匯買賣 要安排保險 有財務、法律方面的專業服務 這樣香港的得益 就會大於純粹有遊客來消費 這種情況要出現之後 樓價上升的持續性才會強 其實我補充一點 因為剛才施先生說兩道力 一個是用家、一個是投資者 其實我覺得現在是三道力 一道就是用家 用家基本上 一般來說整個樓盤或新盤 都是六、七成是用家 然後兩成是投資者 一成是非香港居民 其實是三道 非香港那些都當作投資者 投資者和香港投資者 未設之前是剩下用家 投資者都沒有了 買房子都要15% 人們都說要找爸爸、媽媽 其實都很難投資 更加沒有非香港居民 但現在的問題是投資者 很多都出來 有部份不是說 當然看回息口 剛才施先生說過 當你息口下調的資金成本便宜 還有它的回報是低了 在銀行體系列是否流出市場 股市、樓市 我相信都會有很多 再看回息口 另外就是外來資本 這個外來資本很難估計 他們不是看香港的經濟好不好 他們自己的袋有沒有錢 第一 當然大陸的經濟好不好 其實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樣就是他們的意欲 即是他們是不是會分散投資 即是不只是放在大陸 或者是全世界香港是其中一站 或者是很主力的一站 這個都影響著未來 樓價是否能夠上升 這個因為我見今天很多新款 某程度上有很多國內的投資者 如果樓價能夠平穩上升 就是我看這個資金能夠真是很刺足 或者是更加多 因為始終信息是需要時間 即是你香港剛剛撤了一個月 可能信息有些人都未來香港 或者是想來香港 但未能走下來香港 或者他們都未能調配資金下來 可能他會有延後的 但問題是就是看著未來的幾個月 那個資金有多少 這個是我們估計不到的 如果你說真的很多 我相信真的可能不止 8%未定 但如果你說兩三月之後 就開始減少的話 可能也未必一定是這麼理想 所以都要看回很多的 我們因為不能夠用香港經濟 衡量他們的革命 因為他們不在香港的穩存 所以我想大家要衡量 因為多了一個很大的元素 就是國內的資金 因為以前買不到 現在買到 好 今天就好多謝兩位的分享 令到我們對於設立後樓市的走勢 是怎樣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集的樓市事件再見